昨天下午在雲林湖偉這間飼料工廠 是發生重大的公安意外 當時有四名工人搭乘釣籃 要執行高空吊掛作業 沒想到吊臂卻是突然斷裂 就導致這四名工人 當場是從八米高的位置墜落地面 造成有三個人不幸死亡 一個人受到重傷 藍色釣籃翻覆傾倒在地上 工人的手套工具物品散落一地 還留下大片血跡 雲林湖偉一家飼料工廠 四號下午發生重大公安意外 一臺吊車在執行高空作業的時候 吊臂不明原因突然斷裂 導致吊籃上的四名工人 從八米高的地方墜落 當場沒了呼吸心跳 根據調查事發當下 四名工人都沒有戴安全帽 疑似是談吐方便一起搭乘 縣搭兩人的吊籃 超過縣重 沒想到真的發生意外 四藥廠的屋頂受開密颱風影響出現破損 於是請鋼鐵公司派員來收 鋼鐵公司再找起重工程的業者 派車協助 意外墜落的四名工人 經搶救有三人宣告不治 一人重傷昏迷中 詳細的事故原因 目前都還有待 職安署中區職安中心認定 接著方中沉雲您報道